61. Recruit 初出茅牢理財二三市 2015年7月17日增值專家08.com & 市應屆大學畢業生 用了個多月便找到一份心儀的市場推廣工作 人士部給他強職金申請表 他下班後回家打算隨便填填就好 反正對退休一點概念都沒有 面對大堆資料 想起從事理財顧問的表者 於是致電尋求外援 基金選擇應如何分配 在計劃中所有基金也可選擇 可看自己的風險取向選擇進取和平穩基金的比例 最簡單的方法可參考100法則 用100減自己歲數 得出的便是可投資股票基金的比例 年紀越輕 投資股票比例可預告 日後可轉換選擇嗎?轉換會收費嗎? 法例規定計劃受託 人必須給予僱員每年至少一次機會更改投資組合 至於能否在一年內更改投資項目多於一次 則是乎計劃的管限規則而定 一般而言 每年都可交表格或網上轉換 大部分強積金公司 現時對於網上轉換基金都沒有收取費用 可增加供款 可看自己的個人需要而增加供款作儲蓄之用 成員可直接供款自自選強積金計劃的特別自願性供款戶口內 可以月供或一筆過的形式供款 而且金額門檻低至數百至千元不等 但須留意在提取權益上 不同強積金公司有不同的限制 根據法例 在計算應貨稅入息或利潤時 只可扣除強制性供款 志願性供款部分並不能作扣稅之用 可否自己選擇強積金計劃? 僱員不可以自己選擇強積金計劃 一般由僱主負責選擇強積金計劃 但僱員可值每年一次的強積金半自由行 把現值的僱員強積金公款轉移 至自己心儀的強積金計劃中 一個月後 Carmen很開心收到了人生的第一筆薪水 看著銀行月結單 興奮之餘 又想起了該如何運用 該怎麼理取 現在開始儲錢 或是待日後家人工財開始理財計劃 其實即使收入不高 仍可養成儲蓄習慣 惡能力定下每月儲蓄數目 即少成多 仍會累積到一筆可觀撥備 更可成為未來投資的彈藥 Carmen像許多畢業生一樣 剛達出社會 接觸很多新事物 只要開始養成良好的習慣 定立目標 一步一步貫徹執行 便可達到自己的目標了 贊文 黃偉爾 Rachel Hong 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 代理聯席董事 www.convoyfinancial.com 黃偉爾 黃偉爾